排隊打疫苗 好處是還會送米 而有部分的人 則是因為申請資料不完全 領不到政府發放 大約台幣7000多的電子消費券 烈日之下排長龍 補辦手續 有人排了四五個小時 非常不滿 以下是來自香港的報導 香港長者新冠疫苗接種率偏低 主要是他們不會 往上預約及離家太遠 所以場是安排在住宅區的 購物中心 讓長者直接排隊打針 而且還送米 結果380個名額很快爆滿 最終要安排专车 送部分人到疫苗中心打針 而國泰航空早前發通告 下月起要接種了疫苗 才能安排工作 目前九成以上員工已经打針 稍實說最少幾十個沒打針的 受到了解固性 另外連續三天在旺角 都有長長人龍 大部分都是銀髮族長者 部分用表格申請消費券的民眾 在九月一號才發現手續並沒有成功 所以就陸續來到這裡重辦手續 630萬港人已經取得第一期約7000台幣的電子消費券 不過60萬人洩集資料不全或是重複申請而未能成功領取 港府安排半個月時間跟進 預計10月可以向核資格人士補發 以上是駐香港記者李錦華的報導 到 到